好 高宏安航昨天接受館長的訪問 弄了半天 反正他最了不起 他從來沒有做錯事 結果呢 提到鐵板了 看看他是怎麼說的 今天早上他居然跟那個對方道歉了耶 而且他道歉的時候 依照馬英九辦公室的回答是 他在道歉的時候 馬英九辦公室的那個主任 蕭旭成還痛罵了他一頓 來看高宏安昨天又在闖禍連連之下 又比青年寵 國中的時候就是有得到那個市長獎 我還跟馬英九頒獎 對 當時有握了死亡之握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影響到現在的政治生涯這麼的可怕 高宏安上網紅館長節目 卻拿前總統馬英九的 死亡之握開玩笑讓藍營炸鍋 死亡之握是流傳很久 語而傳了的假信息 不值得評論 這樣的發言極度不恰當 也不合適 假設昨天是有開玩笑的性質 我奉獻他今天要道歉 連立院黨團總召 曾命中都要搞謊安道歉 網友更大罵要藍的票又要酸 真的是嫌票太多猖狂自大 我覺得對於 支持馬英九總統的 很多的新竹市的市民 或許他們心中 我覺得對高委員會有一點減分 在業界甚至於到立法院 可以有這麼快速的突出 我相信其實跟馬英九總統握手 其實對他這相關的道路 應該有很大的鼓舞才對 你不覺得馬英九的握 已經改變了他人生的道路了嗎 死亡之握效應持續發酵 但根據地方估算 高宏安支持者有三成左右 政黨傾向是國民黨 選戰最後關頭 這些關鍵選票 高宏安可得罪不起 昨天晚上因為要自嘲的關係 所以講了一個不得體的冷笑話 我昨天晚上其實也自我回去翻新 我在這裡也是 對於馬英九總統 還有他的支持者 我感到相當的抱歉 對那我也會再親自再質疑 跟我詢問了一下 馬英九總統辦公室的聯絡方式 然後呢那很迅速的 然後他就打電話去說 表達他的歉意 那他可能也覺得他昨天呢 這個說話比較輕挑 那是有點失言的這個情況 高宏安雖然道歉 但這口氣就不知道 會不會讓新逐室的來你選民 對他投不下去 請教茗玉 今天國民黨是落井下石 那個曾明中大清早痛罵高宏安 然後呢高宏安還打電話去 給馬英九辦公室來道歉 馬英九辦公室還發新聞稿說 有你有來道歉 但是我還是當面再把你教訓了一頓 我的天啊 不過這個高宏安真的很緊張 因為昨天他講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的辦公室整個被打爆了 就我瞭解就是說 整個就大家 很多藍營的支持者就去抗議嘛 那馬辦也被打爆了嘛 那就認為說 你們應該跟高宏安來抗議 他們覺得這個是有點太over了 那今天這個確實是有發酵啦 有發酵 包括就是說網路上就是會哭手啊 就說高宏安你這樣講 其實真的是把你國中的學歷都補足了啦 因為他只有從北醫女啦然後師大台大匪陶匪啦 就獨獨還沒有講到國中嘛 所以國中他也要跟你講說 我國中拿到市長獎耶 還是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現在有可能就是國小了 頒給我 所以很多人說也許下禮拜可能就是國小 跟幼稚園就會再出來了啦 所以這個是他其實是要表現自己國中 學歷的一個優渥 好但是坦白講他說這個笑話其實不好笑 因為他今天他昨天晚上就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因為那個有幕僚包括就是跟他講說 你這個真的不好笑 尤其你尤其是這個馬英九的部分 所以他今天早上八點鐘的時候 他打給了許巧新 跟他問這個馬辦的聯絡方式跟電話 那就我瞭解他就是馬上答了 但是馬辦那邊人到底有沒有接他電話 或者是怎麼有沒有原諒他這件事情 這個我就我就用我們來錄影 就還沒有查證 但是你看包括今天連國民黨團的總罩 真名中都出來罵他了 就覺得這個笑話是確實是不妥啦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謝國民黨對這件事情非常生氣 但是高鴻安為什麼突然很緊張 你知道高鴻安他其實是一個蠻驕傲的人 他不會不會道歉 可是今天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就是出面來道歉 而且還打電話跟馬辦親自道歉 因為他這樣的事情 他會流失到藍營選的票 包括他之前大家印象深刻 他去嘲笑林根人 你沒有當選的可能了啦 有沒有 當選機率是零 大調票 因為很多萊營的支持者認為說 因為可能包括就是國民黨比較軟 你民眾黨比較有罵 所以他們就是說現在他們覺得說 那反正都是反對民進黨的 那我乾脆就支持一個比較硬的 會跟民進黨罵他的這樣子 結果我這樣支持你 沒想到我被你看不起 他會覺得很多萊營支持者覺得 你是傷了我們的心 那他現在在去講馬英九這個死亡之沃的事情 他昨天怎麼會講到這個 是講他的學歷很棒嗎 他就說因為他政治生涯 為什麼後來會變得這麼顛簸 他回想起來 是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得了市長獎 他是要脈弄他的市長獎 還是他要把他的非常的命運 但是他講說 因為當時他的市長是馬英九 然後所以就是因為他的市長是馬英九 所以得市長講說跟馬英九握了手 跟馬英九握了手 跟馬英九握了手 所以他現在的政治的生涯這麼可怕 他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 但是當然後來有人講說 你國中跟馬英九握完以後 你看你後來北英 你台大 甚至你還有你的匪陶匪 那跟馬英九握完手 應該是好運連連 對啊 你講了好像自己現在 所有都扯到馬英九 還在資社會可以出國念書 然後不用留平平心 應該要展現馬英九那個握手吧 那馬英九有塗了護手霜 可能又差 反正總而言之 今天他做了一個非常謙卑的危機處理 道歉 一定要道歉 尤其馬英九是深藍族群的代表 很多深藍的人 還是就是以馬英九 我這個侍仇 我以為已經換招手堂了 對 他這個好像是嘲笑林根仁 藍營選票已經跑了一半 他今天再嘲笑馬英九 馬英九這件事情 會讓他深藍的選民大掉票 對那大家會覺得說 我支持你高鴻安 結果沒想到 你反過頭來一直嘲笑我們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藍營的選票 其實是蠻嚴重的 所以他今天是是自己還在臉書上 發了一個短短的聲明嗎 這一定要的 說他講了不得體的冷笑話 對馬前總統 還有他的支持者 感到相當抱歉 曾明中很快的 哇 高鴻安發言可能是開玩笑 但是說法極度不理性 雖然以自己跟高鴻安的交情 不願意批評對方 但是此發言太誇張 要求高鴻安道歉 要請教謝佩芬的是 其實他們都說曾明中跟國民黨這些人 是在幫高鴻安 這個去挽回那個藍營的票 也不是在罵他 那剛才又這個韋航說 搞不好現在有個默契 叫做這個安那個安的 你們的臺北的陳時中 已經被放棄了嗎 蔣萬安已經躺著選上了嗎 到底這個選情未來是怎麼走 可是我看陳時中 也到處去幫忙站臺 那看起來陳時中 在臺北的選情也是蠻樂觀的 是啊 我覺得這個安那個安 我覺得是因為這兩個安心裡都很不安 所以才會這樣子 那我先說那個高鴻安的部分好了 高鴻安他其實就是勘托 就是一個很愛天托的人 這個我們之前也看到了 人家問他說他資策會的那個論文 博士論文怎麼一回事 然後他開始去扯這個學歷 或北藝女台大 剛才大家都已經重複好幾次 現在全台灣人都會背這個了 他就是愛勘托 自己遇到這麼多問題 那你說他現在這個小金庫 公積金這些問題哪來的 這不是都他自己衍生出來的嗎 這都是他自己的這個辦公室的問題 為什麼去看他到這個國中市長講 跟馬英九的握手 我覺得馬英九也是蠻隨 雖然說我們其實網路上常常開這樣笑話 但是開這樣玩笑 開這種玩笑通常是綠的 但是我想高鴻安他也已經 現在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了 那樣子 然後我覺得高鴻安他真的要道歉 他對馬英九道歉的速度之快 真的是讓人家看到說 他真的是很想要把人家藍的選票 也都全部都難刮到他這邊來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要道歉的話 他應該對這一些被他剝削的助理道歉吧 被這一些就是辛苦加班 但是他一句話說 你加班的成果不算 這個整個都沒有 然後好不容易拿到加班費 還要上繳 然後做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一些分內以外的事情 這些助理道歉吧 所以我覺得高鴻安他才會馬上去跟馬英九道歉 但是我覺得再說回來 剛才夠夠姐說的就是說 現在我看到說高鴻安現在是不停的自己失言 不停的自己一直出包 然後自己的窩裡 反自己的團隊 甚至有人說是民眾黨裡面 他的同儕 他的同事去報他的料的 然後蔣萬安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剛才我們講了老半天這個矽骨經驗 矽骨經驗也是他自己提的 他如果自己沒提的話 雖然他寫在書裡 但是好像去看他輸的人也沒有很多 所以說他輸出版之後 也一周沒有引起討論 一直直到他不停的矽骨經驗 矽骨經驗在辯論會上講了之後 大家才去講 那所以我剛才才會說這兩個安都不太安 但是反觀這個陳時中 陳時中他已經昨天他就到中部去 跟我們的其他的候選人合體 在車隊掃接 然後其實是很熱烈的 接下來這個禮拜會有車隊掃接 然後這個週末就有這個大遊行 然後一連串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這整個的走勢看得出來說 這裡的氣勢很昂揚 可是蔣萬跟高鴻安卻還陷入在怎麼辦 我要想辦法把對方棄掉 然後把我的這個藍的對手 或白的對手棄掉 讓他們都來保我 還陷在這樣的焦慮之中 好 高鴻安呢 他只要一接受訪問就出事 他為什麼不把他躺起來 然後簡教一下易中 他的第一次的問題就是他的 為了他的論文的問題嘛 是不是 所以他開始佔人家的中華大學夜監補 這件事 然後他每一次呢 多訪問一次 多開一次記者會 就多一個一個問題存在 然後昨天這件事情 他當然是發現 深藍的這個票可能會跑掉了 但是這深藍的票 其實也不是完全是鐵票啊 那林根人真的已經被藍營放棄了嗎 那同時呢 他自己是昨天他去接受 館長的網路直播的 同時是 臺北市的這個地檢署 已經宣布他們調查局一案過來 已經分案了 雖然兩個人被告都是他自案 但是他也陷入了這個 司法的困境裡面了 那難道沒有什麼樣的壓力嗎 那柯文哲的表現 你認為柯文哲 是真的這樣子心如止水嗎 他說這麼快啊 什麼時候動作這麼快 然後柯文哲還說 他對不起高鴻安 到底是這個新的這個發展 對高鴻安的選情 到目前為止 他到底是一個笑話 還是一個悲情牌 他現在就是要訴諸悲情 就是說他已經沒辦法去解釋 他這些事情 包括今天北檢 把他分為他自案 那他們就說怎麼那麼快 實際上十七天 從林根人出來開記者會以後 到他北檢分案 而且只是他自案是十七天 那之前相關的例子 今年比如說時代力量 往往預計檢舉中東警的話 五天就分案 簡報分案 然後再去調查 所以其實十七天 並不是一個很快的時間 但是他們現在反正就是在講說 你看現在國家機動起來 連司法都進來 他現在最後這幾天 他只能用悲情牌 因為他那案子就已經歷歷在目 我們新竹已經傳一件事了 高鴻安被關的機率 比他當選市長的機率要高 所以他已經沒辦法去解釋這件事 但是現在因為柯文哲跟高鴻安他們是綁在一起的 因為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攤頭寶 他特別他選總統 所以他們現在必須要施必要綁在一起 那所以為什麼昨天他去上館長的直播 我剛剛柯文哲說 其實這個階段起理論上是都不要出遍 對啊 可是因為館長他的直播 確實有很多人在看 他昨天線上兩萬多人在看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 兩萬多人都新竹選民嗎 當然不是啊 但是但是問題是他他有擴張性 就是說對他來講 他有很多 明明有擴張性 他為什麼要講馬英九的死亡 所以這就是他自己在那邊開玩笑 他開了其實我平常講 這玩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而且我覺得很納悶的是 高鴻安是民眾黨在選 那他講馬英九死亡之後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跟你來贏道歉 對不對 關你什麼來贏 你到底是什麼黨啊 你就死亡之後就死亡之後 我現在講講講這樣 我也不用跟你道歉啊 結果你看他才講一個死亡 我現在講就是說 所以這件事情荒謬的地方就在於 他一個白贏的民眾黨的人 去講馬英九死亡之惡 結果馬上什麼被電話打爆 然後隔天早上還要馬上跟馬英九道歉 像國民黨人以為民眾黨是國民黨的嗎 這就是很荒謬的事情啊 然後整件事情荒謬的點就在於說 奇怪 你高鴻安現在變國民黨的死亡 你看他國民黨現在 鄭民眾還出來署弱他 罵罵他 消息成馬英九辦公室 現在好像高鴻安好像是國民黨的小妹 然後他現在犯了一個錯以後 國民黨這些大人出來教訓他以後 但是秀秀他說 好啦 你要聽我們的話 現在變成是這樣的氛圍 你看看在國民黨真正正統國民黨 新竹市長 唯一支持林根人的這些選民的眼中是 精細刺合系 你們在演哪一出 連趙少康都講了一句話 趙少康說 高鴻安那個公 說那個公基金那個啊 你就 沒有犯法 你不公信你就走嘛 你不要做嘛 他也算是 區階法律 所以你看連趙少康 然後徐曉昕 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說 那個高鴻安已經跟馬英九 馬辦道歉 徐曉昕還出來跟大家講這件事 所以你知道這個整個氛圍是 因為現在選舉前 我們不能去講那個數字 但是他們就是要故意去擺明 就是用這個方式 然後讓新竹的這些藍營的朋友以為唯一國民黨出來選的是高鴻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高鴻安他年輕的票已經掉得差不多了 剛剛親王也講 那個這件事情 因為包括我有一些比較中間的淺綠的那些朋友們 之前是 都是支持高鴻安 即便高鴻安他那個匪陶匪啦 什麼知識社會這些論文 他們都還是認為說OK 可是從立委的這件事 就是立委助理費這些事情開始以後 他們整個對高鴻安是改觀 因為這裡已經 因為他會把咖啡包跟茶包幹回家 那個是 那個回家是給拖不住 自己喝咖啡機啊 你的錢這邊挪來挪去這件事情 已經踩到這些年輕朋友的線 所以他之前的那個是頂得住 可是這一次他真的頂不住 所以基本上高鴻安已經把年輕票那些 就是比較年輕的那些 他基本上我覺得差不多了啦 所以他現在對他來講 他唯一的最後一步路就是回去擁抱他的身 因為本來年輕票是在藍綠之外以為民眾黨可以期待的票 那現在民眾黨已經被掏空了 所以他現在寄生到國民黨去了 他已經不是寄生 現在的高鴻安 他直接像 等於是我剛剛講 他今天這個反應就是國民黨的小妹 對 他已經被國民黨任養的了 對 現在 你要想說這是陸文案以來他第一次道歉 對 他那麼高傲的 陸文世界以來到現在他第一次道歉 竟然是為了死亡之惡這件事情道歉 所以他現在是被國民黨任養 因為民眾黨已經被掏空了 已經被放棄了 那問題是說要請教你 他們現在的反撲是去上很多友善的節目 然後去炮製一些沒有上繳基金的助理 然後是不是這樣子 又被四叉貓給揭發了 對 他想因為他對他來講 他現在必須要用很大的動作來回擊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這個週刊 相繼丟出這麼多的資料 又是你的帳目 又是你的薪資申請明細 上面有你的簽名 上面有立法院的帳 這些東西每個東西都是鐵證如山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講 那個吹哨子聯盟裡面 一開始這些助理 我跟你講他一開始重要是這樣 這些助理一開始是有人不滿 確實有人不滿 而且你知道他換助理 真的換太頻繁了 從二零二零年份 一路到二零二二到現在最新 他護理助理真的換了很多 他有的助理 真的只有帶一個會期就走人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助理 真的換了很多 然後最重要是這些人 一開始個別出來說 我有一些資料 這個人也有一些資料 一開始資料是沒有匯在一起的 然後等到有幾個人 互相聯絡了之後 匯者了說哎呦 你有這些資料 然後我有你沒有資料 彼此在穿在一起 我有憑證 所以你才會看到那些憑證 什麼統一發票這些資料 所以當大家都在一起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們手上的東西 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鐵證如山 所以當進到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 他們想要教訓高宏安 但物理出來哪裡 他們被高宏安激怒了 高宏安竟然說這個東西 都是助理自願的 你想說對這些助理來講 最好都是我自願的 明明就是你自己 你強迫為什麼變成是我自願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後來有人吞不下去 說這個因為高宏安把責任 都推到這助理身上 所以他們的動作才會越來越大 而且扣錢去注意看幾件事情 這裡面有幾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去想一開始 柯文哲在林根本來要到北濟站去 結果林根不是自己收手了嗎 收手了之後 柯文哲不是說你們證據就拿出來 講得很大聲 就講完之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講完之後就出現在周刊上面 在媒體上面那十五頁的資料 人家就把十五頁攻擊金帳目資料通通都給你看 一丟出來打臉完了之後 輪到誰輪到黃珊珊 黃珊珊也出來有證據就拿出來 就馬上就出來那二十五個檔案 然後打完了之後呢 後來黃珊珊不是又在第三次又在講說 你們就送檢調 不要整天都只有放話 結果林冠年就到北濟站去了 林冠年本來以前是那個黃珊珊秘書 林冠年以前是黃珊珊秘書 他們就把資料給了給了給了那個林冠年 然後林冠年就到北濟站去了 所以你看這些助理現在都是彼此就盯著 那個這個這些人的行為 然後看你們在講啊 你在講啊 你在講我就在放資料 然後這些人依我所知道 現在本來從林冠年底 這個禮拜講比較保守 他說是五個人 但我知道已經超過五個人了 也就大概有七八個人之間 他們至少資料是串連在一起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們過去都沒有互相沒有通訊息 互相把檔案抠下來自保啊 他們有留檔案下來 不只留檔案下來自保 最重要的是他們還有錄音 然後呢 他們之前本來一開始沒有串到這麼多 是這幾個禮拜 大家串在一起了之後 發現好像真的可以這樣子做 最重要是你不要小看這些助理 因為高王安之前就一度叫他 他辦公室人在聯絡這些助理 希望他們等於可以來幫高王安做背書 他昨天不是找了兩個人上節目嗎 然後那上節目 跟跟我現在講這些助理又是不同 上節目幫他講話的助理 那個我跟我剛剛講的是 這些助理的狀況 他們是助理在工程嗎 對然後這些助理裡面就是我講 有的人是家裡有律師啦 有人是家裡有司法官啦 然後有人就是當很資深的國會助理 所以他們裡面本來就不是很好惹的一群 然後這群現在湊在一起 我跟你講高王安踢鐵板 機會真的很高啦